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于胡歌结婚并有了孩子 网友们都送上了祝福 可是还有很多网友突然间就说起了彭于燕 很快彭于燕也是成功登上热搜 而原因就是此前有媒体采访胡歌时 问到什么时候结婚 胡歌说彭于燕不急 他也不急 但是在采访彭于燕的时候 也是问出相同的问题 彭于燕却说胡歌不急 他也不急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胡歌的突然官宣结婚生女 感觉他遭受到了被刺 让他登场热搜的原因 就是网友都在说压力给到彭于燕 纷纷在网络上对他寄情催婚 此前有很多明星好友找两人当伴郎 两人往那一站就是俊男 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但胡歌却走在了前面 直接比彭于燕多走两步 终于兄弟团就剩他一个留守儿童了 对此彭于燕的工作室也是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并晒出彭于燕的帅长 工作室称 不提前预设的人生 始终相信会与美好不期而遇 二月不急啊 我们慢慢来 间接地回应了网友的催婚 虽然说着不急 但还是蛮期待他能找到自己心爱的人 也祝愿他在新的一年里一帆风顺 拍出更多好的作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